這篇雖然短短的 可是我還是覺得做起來很有意義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一英文一起讀 你可以看到這是一支手機 而且就是掀蓋式的手機 那我們也說一下 這個我們通常叫它flip phone 因為你會把它給flip開來這樣子 所以這個flip就是翻之類的意思 flip 甚至我們flip這個字會用在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例如說房子 我們說你在做什麼 你的工作是什麼 我的工作就是flip house 難道是翻房子嗎 怎麼翻房子 類似的概念就是你買了一個房子 然後把它翻修一下 然後翻修完之後你就可以用 例如說你本來是300萬買進來的 翻修完你就覺得它的價值整個爆棚 你可能可以用500萬賣出去 那說不定你的裝潢成本其實也不過100萬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子一轉一手 就可能可以賺100萬 所以這個叫house flipping 會在很多城市裡面都有這樣的行為 或許我們中文翻成投資客 可是投資客不一定會做翻修 所以它的重點在於你一定要把它翻一下下 所以flip這個字在裡面是有必要的 但anyway回來這一個flip phone 我們怎麼會講到這個 那我的標題你看到的是911恐怖攻擊留下手機 什麼概念 沒錯 但它不是恐怖攻擊的人留下來的 這個是一個受難者留下來的 所以它的故事我們來看一下下 On September 11,2001 就是911 Andrea Haberman 那名字是這樣 begin her morning with a cherished routine that she shared with her fiance 所以她開始了她的一天 begin her day her morning with a cherished routine 所以cherish這個字就是 很珍貴珍惜的 你很珍惜一件事情 那個東西就被你珍惜著 所以多半用的是一個被動的形容詞 所以這個routine被她珍惜著 So she began her morning with a cherished routine routine這個字大概還ok 就你每天的一個你的固定的一些 行程或之類的 我們大概就可以叫它routine 甚至不要講行程你早上先刷牙再洗臉然後 吃早餐上大號然後喝一杯咖啡出門 我這就是你的routine 你把它講成行程我覺得 可能可以可能也不行 畢竟我的中文不是很好 好anyway所以她有個routine 是她跟她的fiancé 也就是她的未婚夫一起共享的 也就是所以這邊有個冒號接下去 也就是什麼呢 The first to call the other would win their daily contest 所以她跟她的未婚夫之間 有這麼一個有趣的小競賽 就是今天誰先打給誰 誰就贏了 OK So the first to call the other 這裡the other的意思其實也是很簡單的英文 所以我們常講這國中的英文 也就是說 你是其中一個人 那你的關係中是有另外一個人 那沒有第三個就你們兩個而已 所以這個就是one跟the other 所以這裡用the other是很對的 因為沒有第三個人 OK So the first the first person the first one to call the other would win their daily contest 就贏你每天的這個比賽 但我們不知道她的比賽會有什麼獎品 So on this day Andrea was the winner 所以在911這一天 Andrea贏了 她先打給她未婚夫了 She called early from a desk at the car future offices in the north tower 所以 她之所以贏就是在 在 你知道雙子星塔嗎 那在北邊的那個 就叫north tower 那大概南邊那個就叫south tower 所以她在north tower裡面 然後在 在一個辦公室叫做car future offices 那她在那邊的一個 書桌 那邊打了給她 OK所以我們知道她在911當天是在 北邊的那個塔 打給她的fiancé Preparing for a night a.m. meeting 所以她是那個時候 9點鐘要開會 開會前打給她 大概是這樣 結果呢 在她跟老公 未婚夫 的對話 40分鐘後 那個建築物就被撞了 這樣子 so roughly 40 minutes after their conversation 所以對話後40分鐘後 a hijacked airplane struck the tower just above her location making escape impossible 所以一台被 挾持的飛機 所以hijack這個字就是 我們講說飛機的挾持這樣子 也可以是火車也可以是什麼其他的 所以一台hijacked 的一台飛機 但 跟這個字類似的字像例如有我們說綁架 所以綁架叫做kidnap 那hijack kidnap 所以一台hijack的一台飛機 struck the tower just above her location 所以我們剛說她在 她幾樓我們也不知道了 但總之在她的location的 上面一點 這個 這個north tower 就會撞到了 所以讓逃跑變成是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making escape impossible 所以escape這個字就是逃跑 那有時候我們講說 今天這個這個是 失火的時候 逃生路線 我們就叫她fire escape 就這麼簡單 OK 那escape這個字還有 生活上的另外一個額外的意思 我覺得值得說一下 就是 假設今天 你找不到工作也不想工作 然後被父母養著 可是你的人生就會覺得需要一個出口 你又覺得好大壓力 然後什麼之類的 然後你就 藉由 玩手遊 來逃避現實 你看這也是逃 所以逃避現實的這個概念 我們用的英文詞也是用 Escape這個字 OK Escape 好所以 這邊 總之說的就是他已經不可能逃跑了 那最後一個 最後一段 來 In the following months Workers at the recovery site Found some of Andrea's belongings 所以在接下來的好幾個月你知道後來他們就開始去清理現場啊什麼這些對不對 所以在好幾個月 在這個recovery site 的這些工作人員 就找到一些Andrea的所有物這樣子 So workers at the recovery site Found some of Andrea's belongings Including the cell phone she used for her final call 所以包括這支手機就要打給他未婚夫的這支手機 這樣子 OK 然後現在這些東西就被放在那個紀念博物館裡面了 所以他們蓋了一個911的Memorial Museum Memorial就是記 回憶記憶這樣子 那這個item現在就放在那邊當成展覽物 So these items are now part of the exhibits at the 9-11 Memorial Museum 所以這個Exhibit這個字就是 展覽展出的意思這樣子 OK Exhibit 那他的 他可以用動詞也可以用名詞 那他的另外一個名詞就動詞的名詞叫做Exhibition 發音有點不太一樣 像我們說建一個表演賽我們就叫他Exhibition Game 這樣子 好 所以這是一個 感覺他好像蠻令人 這個難過的故事 但這個手機看起來也 也頗有這一個 畫面的震撼感就是 舊舊的然後從很高的樓層掉下來 結果被大家收起來了 當成展覽物在展覽 好了anyway我是Paul我們下次見